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上下5000年的美食文化 欧洲中设计的奢华时装文化 以及现代兴起的璀璨港幅文化为代替 引导观众探索不同文化的价值 从中收获无限乐趣 食物鱼展台主打清雅国风食物鱼 发现中华饮食之美几千年间 中华饮食文明在历史中不断演变 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美食文化 由百澳膝下天梯酷鱼研发的食物鱼 正是基于传递中华美食和中华美食文化魅力而生 在游戏里既有空宝鸡丁 麻婆豆腐 好乳猪、福跳墙等认知度高的各大菜系美食代表 也有以八仙过海、闹罗汉为代表的空腹菜等 有传统美食代表 而饺子、汤圆等与中国传统节日或者节气相关的美食 也是赫然在列 这些美食在妙手设计手里 摇身变为各有特色的食魂 背后的各种传闻故事穿插其中 一段奇幻神秘的指尖美食之旅就此展开 雍龙公子佛跳墙CCDEXBO2018现场上 雍龙公子佛跳墙温柔一者嚼勒 少年舞者四喜蛮子等人气时魂纷纷登场 不仅能与你互动和饮 更可以和你聊聊五斤中外的美食 可以看不能吃 对大家显然是太残忍 因此百恶家庭互动 特意邀请记忆精湛的唐人师傅 现场制作正宗的唐人免费送给大家品尝 此外食材恐不相挑战 快的神功大挑战 你画我猜猜诗魂的互动活动 皆有限定周边赠送 引得众多观众纷纷参与 游客正在观看师傅制作唐人 可以吃的老干不喵 路无上线螺旋远无趣 五周中世纪的古典美学近几年以来 男性玩家与女性玩家的比例 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 过去即使是游戏行业老大 也是以男性玩家需求为主导 推出一个个平凡少年便为拥有超能力 力大无穷 武力非凡 飞天遁地的超级英雄的故事 但现在随着时代变化 游戏企业都向女性玩家 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交好意愿 但问题是如何在游戏里去素额 一种具有优势的女性形象 让女性玩家愿意去代入 百傲旗下天踢户于花橘子引进的新游螺旋圆舞曲 正是一款尝试提供正确答案的作品 螺旋圆舞曲女主马格达 仅仅是停留在线上的交流是不够的 天踢户于此次已把螺旋圆舞曲带到CCG现场 真实还原欧洲中世纪风格的舞台以及花园 也邀请多位人气COSE 演艺游戏里的诸多角色 力求让观众来一场穿越之旅 上海清空之翼舞团 作为特邀表演嘉宾 在五天里献上各种舞蹈 引爆现场气氛 除此之外 现场特赦喜欢变装锁 专业美装老师在旁施展魔术之手 让各位小哥哥小姐姐变换不一样的风格 螺旋圆舞曲男角色 阿伦清空之翼舞团成员 即兴竹舞漂亮小姐姐 化身为女仆西行记 港府文化焕发青春 西行记漫画 基于名著西游记的结局进行了续细 是对经典的继承与升级 这是由香港漫画家郑健 和与邓哲辉共同创作的东方奇幻题材漫画 将数据是文明的西天取经 是天庭的一个惊天阴谋 早前西行记的全新PV 以惊艳亮相 一如既往的高品质动画呈现 成功获得广大观众的好评 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场景展现 都可看出这确实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诚意之作 西行记展区 本次CCG西行记展区 主要以动画主题来打造 并真实还原漫画中西游面练的场景 把二次元带进现实三次元世界中 再一次向大家呈现真正的破次元品 现场更循环播放西行记的最新动画宣传片 以供广大漫民欣赏 据悉由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中志行导演 亲自操导 百漫文化 腾讯影业联合出品的西行记动画 将于7月18日在腾讯视频独家上线 敬请期待三藏师傅